近日,重庆驿300米高空行车锁道桥在网络上走红,引来网友热议。 10月25号,记者来到余香复显高速重庆五龙段,双宝特大桥施工现场。 记者在行车锁道桥旁看到,不时有小货车从桥上驶过。 中郊第二公路工程局有限公司八棚路八标一分部项目副经理张斌告诉记者, 行车锁道桥修建在300米高空,跨境245.52米,桥面总宽度4.3米,最大车辆赫在45吨。 该行车锁道桥的建设共历14个月,解决了双宝特大桥项目两岸地时险峻,交通不便, 施工人员通行,机械物资运输的问题,建成后缩减了约20公里的运输距离。 做这个行车锁道桥的话,出于对咱们这个9号吨,这个双宝特大9号吨材料运输的考量, 通过两种方案的比选,一个是修编道,一个是做这个行车锁道桥, 通过比选的话,我们发现就是这个行车锁道桥在响应国家这个环保这个政策上面, 包括在这个经济措施方面,包括我们的安全性能上面,比这个修编道更有这个效果。 我们通过这个245米跨境这个锁道桥的这个建设, 那么我们就减少了20公里的这个运输距离, 所以我们就考虑做了这个行车锁道桥的这个建设。 走在锁道桥上,记者举目远眺,远处的山巒尽收眼底, 脚下是300米深的峡谷。 记者走到锁道桥中间部分的时候, 能感受到桥面轻微的晃动,十分惊险。 但乘车通过锁道桥时,在车上,记者几乎感受不到锁道桥的晃动,十分平稳。 咱们的这些运输开货车的司机,包括我们的工程车辆司机, 对这个行车锁道桥的这个认知的话,从最开始的这个有点恐惧, 然后在行走过程中,他们发现这个行车锁道桥跟我们这个走变道的话, 上路的变道的话,可能更安全,他们更愿意走这个行车锁道桥。 据了解,双宝特大桥修建在峡谷之上, 是世界在建跨境最大的双连拱桥。 主桥跨境405米, 目前已安装20个拱类阶段, 计划在2023年3月左右合拢。